基因改造的食物GMO究竟安不安全 有关这个议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多年 但是还没有定论 最近在复笔市杂志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 表示基因改造食品并没有毒性 这也再度让GMO食品安全议题浮上台面 当消费者在挑选食物时 价格常常是首要考量 但也有越来越多人会将其他因素考虑进去 在超市里你可能会注意到 有些产品上打出Non-GMO非基因改造的标示 然而基因改造这个技术 在农产品产业早就行之有年 GMOs came to the market back in the early 90s Non-GMO just means it was not a genetically modified seed 但他们仍然用了化学物和栋核 有些人说基因改造食品很危险 像是绿色和平组织就表示 GMO会造成生物基因上的污染 对地球是一大威胁 但有人觉得很安全 其中一项资料就是 GMOs are safe for human consumption 其中一项资料就是最近刚发表 在复笔市杂志上的研究报告 宣称GMO食品没有毒性 另外玉米粉制造商Thomas也强调 让消费者有机会选择吃什么 是关键因素 如果不让消费者有选择 或是硬性规定 不准制造基因改造食物 那食物的价格就会全面上涨 所以人们那有钱 能够食物的价格 但那些人们对价格在成立 不容存在 那些人们在股票里面 有本要创业 创业